集中营里的严密监控 东突厥斯坦的一名警察在接受电话采访时证实 当局在集中营里对被压者进行严密监控 根据在喀省地区输乐县工作的这个警察的话 集中营里的人24小时的活动都被警察严密监督 集中营规定他们不能互相说话 若违法了规定便遭到惩罚 土耳其政党主席在国民议会提出东突厥斯坦维基 土耳其第三大政党好党主席梅拉尔阿克塞奈尔 在土耳其大国民议会的讲话中提到了东突厥斯坦局势 最近有媒体报道和人权组织报告指出 中国当局东突厥斯坦建立集中营 已有3至500万维吾尔及其他穆斯林被关进在这些设施 阿克塞奈尔说 数百万同胞被关押在东突厥斯坦的集中营 总统傅没发出声音 其他小伙伴也是 他批评政府对中国在东突厥斯坦的压迫和迫害保持沉默 中国8月有1983人因传染病死亡 中国8月份因各种传染病而失去生命的人数达到1983人 据新华社员因中国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提供的数据 2018年8月 中国内地共报告法定甲乙饼类传染病70万6372例 死亡1983人 大陆人护照被没收 北京当局对其14亿巨人口实行所谓的社会信任度 名义下建立了一个庞大的评分体系 中国政府声称 该系统旨在保持社会稳定 政府爱人民的社会信任分数大小进行表扬后惩罚 最近有报道称 在中国内地 当局要求公民将护照交给警察 北约和俄罗斯之间的紧张局势 本月下旬 北约将在北极圈的冰岛和波罗的海地区 进行16年以来最大规模三杀级2018军演 与此同时 俄罗斯已经蠢蠢欲动 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瓦就军事演习发表了书面说明 扎哈罗瓦表示 北约主要国家增加了在俄罗斯边境的军事存在 并表示所有这些北约的准备工作都不容忽视 俄罗斯将采取必要措施确保其安全